每当夜幕降临 成都井外中心旁的广场上 便会慢慢聚集起人群 等待一场盛大的国庄舞会 12月26号晚上8点 灯光亮起 舞会拉开帷幕 在队伍前排05的95后 藏族姑娘拥挤 来自四川阿坝州京川县 2021年 拥挤于两位藏族好友 组建了灼热茶姆锅庄团队 购置了灯光音响 开始在广场上跳锅庄 慢慢地围观并参与 进来跳锅庄的市民越来越多 团队的专业舞者也增加到30余位 我们锅庄团队的名字叫做灼热茶姆 就是欢乐壮观的舞场的意思 就是我们团队的话 刚开始是有我们三个人 就是因为热爱舞蹈 去为乡头 然后就是说 想要主办这样一个舞场 目前就是舞场的话 跳舞的加上我们的观众的话 应该有几百 大几百有时候 有可能还会 就是说七八百这样一个情况 雍吉在成都的工作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每天放学后便会来到广场和团队成员一起领舞 每晚八点到九点半和大家一起跳几十曲的锅庄舞 已经成为他生活中雷打不动的事情 锅庄舞对我的意味着就是说生命中不可缺少一部分吧 因为我个人的话是非常喜欢和热爱我们的这个锅庄舞 现在看到就是各民族的朋友们给我的一个反应的话 就是很喜欢我们的一个这个样的一个锅庄舞 然后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来到我们的境外中心 与我们一起跳锅庄 然后就是看到这样一个情况的话 就是自己也是发自灵性的开心 然后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一个锅庄舞 也让很多的人就是包括国内国外 线上线下的人 知道了一个藏族的一个锅庄舞 然后的话也是非常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锅庄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 藏语中为圆圈歌舞 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 晚饭后围成圈跳锅庄舞 如今已经成为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我们自从跳到这个舞 说句老实话 现在车鱼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你看嘛 每天晚上这么多人 你学学外学学 他们要自己别舞 然后带我们跳 我们跳不来学 他们就在车头 叫我们在第二排第三排学习 他们这个特律成立跳舞 到现在不同的都在车鱼这个 老人外国友人 然后小孩 多得很久在车鱼 给很多市民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辩位 这个歌庄的音乐游戏比较好 也有节奏感 给大家带来 生活的预言 随着自媒体传播 以及附近居民的口口相传 前来学习交流的舞者逐渐增多 拥挤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的交流 能够在国庄舞中 融入新的表演创作 我们这边跳的话就是基本上每个地区的风格都有都有 对每个就是每个地区的舞蹈的一个风格都会在都会跳 没有说我们只跳那个地方或者这个地方 没有因为都是一个过程舞 就是说不断要去学习或者不断要去互相交流嘛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说从外地的朋友呀 国庄团队呀到我们这里来互相交流学习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过程 也是把就是每个地区不一样的舞蹈都带到这里来 让更多的人来看见